9.东京的前早,有一家卖手帕的夫妻老店,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。 以前,来买手帕的顾客很多,后来,由于别的商店的手帕品种多,图案新,价钱又便宜,所以夫妻老店的顾客越来越少了。 看到这样的情况,店主非常着急,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。 有一天,来了一位外国游客,买了手帕以后,还要买地图。 店主的妻子告诉他,旁边的书店卖地图,让他去那里买。 听了他们的对话以后,店主突然大声地说, 对呀,地图。 妻子不解地问他, 你说什么呀?你也想卖地图吗? 主人说,不,我想卖地图手帕。 咱们店的手帕,现在上面印的是花鸟、山水等。 要是印上旅游图,买了手帕,也能当地图用,非常方便。 来旅行的人一定想买。 于是,他们马上设计了地图手帕。 在大学学万语的孙子,还在日语地名的下面,加上了英语和汉语。 和店主想的一样,这些地图手帕非常受欢迎。 夫妻老店的客人又多起来了。 10.唐代大诗人李白,小时候就很聪明,但不爱读书,看到书就头疼。 总是说,这么多的书,什么时候才能读完啊? 有一天,他逃学来到河边玩, 看见一位老奶奶手里,拿着一根很粗大的铁棒, 在磨刀石上磨。 李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磨铁棒。 好奇地问, 老奶奶,您这是在做什么呀? 磨针。 老奶奶边磨铁棒,边回答李白。 磨针。 李白觉得更奇怪了。 老奶奶手里拿着的明明是铁棒, 怎么是针呢? 李白忍不住又问, 老奶奶,针那么小,那么细, 可您手里的铁棒这么粗, 怎么可能磨成针呢? 老奶奶抬起头来, 看着李白说, 是的, 这铁棒又粗又大, 要把它磨成针是很难的, 可是, 只要我每天不停地磨呀磨, 总有一天, 我一定会把它磨成针的。 李白听了老奶奶的话以后, 心想, 对呀, 读书也一样, 只要坚持不放弃, 就一定能读好的。 于是, 李白下决心好好读书, 今后不再逃学了, 他跑回家, 回到书房, 继续读起书来。 就这样, 李白认认真真地读了十年书, 成了当地有名的书才, 后来更成为了 唐代最伟大的诗人。 那呢? 嗯,